我穿越了 刚来就给下药送上皇上的门床 你竟敢给朕下药 什么情况啊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毒妇 即便爬上了朕的床 也休想得到朕的半分恋爱 原来我穿成了苏将军的药衣 苏将军为了军权谋反 因皇上娶我为后 但皇上从来都不屑看我一眼 我一根本没看清她长什么样 那你这不必要俩个贱人 为了妖娶竟然给皇上下药 天下人都知道 殿下钟爱兰祥一人 你现在成了废后 就在冷宫等死吗 我这皇后之位还没坐这 就悲惧地沦为了冷宫废后 在孙白身为著名中医专家的 你绝不能就这样等死 皇上终于迎娶了他心爱的女人 为妃 身为冷宫废后的我 不观摸一下皇上的洞房花烛 怎么得做我的春宫图声音呢 在那模糊下去赚钱才是王道 不是吧 这么快 我怎么隐约记得当初还挺久呢 什么人 小声点 皇上和贵妃正在里面动躲呢 要是被发现就完蛋了 皇上 朕何时钢房子 他到底是何时 死人 怎么看起来有些面熟呢 你 你也是来偷看的吧 朕是来捉奸的 他不说话 看来是被我说中了 我懂 你是侍卫吧 咱们在神宫当差的太寂寞难难了 兄弟 我这儿就是绝版春宫图 刚刚根据皇上和贵妃 东方现场临摹出来的 只要十两银子 这女子竟如此之放肆 半夜潜入我后宫看朕的贵妃偷情 还要把春宫图卖给朕 大胆 什么人 你 吓死我了 方才多谢兄弟相救 小女子唯有以春宫图相讯 我半家卖给你怎么样 是不是超级划算 这 真的挺划算的 不过 我没有无量 没事没事 我不想钱 我还可以心里喝酒 你试试啊 怎么样 这是你娘的 对啊 这可是我独家秘制的鞭台花酒 好喝吗 天色不早了 我要走了 后会有期 对了 你以后不要再偷看了 你没来之前我都看过了 皇上那方面 不行 这女人竟敢说这不行 启枫 在 去给朕茶 她到底是谁 是 哇 娘娘你好厉害啊 嗯 不过 皇上娶了你的死对头 蓝家女为贵妃 她肯定会设法找您的麻烦 若是知道您四处冷宫 可就惨了 是啊 到时候 我不是被皇上弄死 就是被蓝妃虐死 必须早点做出嫁死药 逃离我 只是 这其中一味药材极其珍贵 需要黄金百两 这么贵 到底怎么样 才能在被弄死之前 赚够那么多钱啊 皇上 昨夜 蓝贵妃与贤王私通 您打算如何处置啊 贤王勾结蓝家 意图谋夺皇位 不过现在还不到对付他们的时候 除了蓝家 还有苏家狼子一心 利用肺后下药 爬上朕的床 是毒是菊 可惜啊 没有被朕抓到把柄 但废后 朕不能再辱他狗 朕拿了恩妃入宫 就是为了用她的手 处理点废后 皇上圣免 急禀皇上 属下也查明 那名女子叫尹小青 冒充侍卫在宫中当职 但内城侍卫司 查无此人 想来是化了 本事倒不行 她伪装身份混入皇宫 到底有何图 看来朕要想个法子 将她引出来才行 冷宫废后 你敢私自酿酒 都给我撑了 你们要做什么 娘娘 背后也敢对我如此嚣张 皇上近日喜欢上桃花酒 你就偷偷酿酒想要勾引皇上 做梦 你 你还要喜欢桃花酒 谁人不知 皇上对我们兰妃娘娘胜意震怒 你就算死在了宫里 皇上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近日有人高价收购桃花酒 尽献给皇上 把酒都给我带走了 去 是 娘娘 没事吧 方才他们说 有人重金收购桃花酒 这正是我们赚钱的好时机啊 可是娘娘 他们把我们的桃花酒都抢走了 脚兔三哭听过没有 我还有私货 快 去打听一下 那个收购桃花酒的人 在哪儿交你 好 奴婢这就去 这位兄弟 是你 重金购买我的桃花酒吗 果然是你 看来我的桃花酒 果然让人念念不忘啊 如果你想 要我 要你 这春宫图 我还一满一送一 你看 兄弟们都是堂堂男儿郎 平时在深宫职守 肯定寂寞难难 但我这春宫图 是缓解寂寞的良药 大内侍卫的福音啊 好东西怎么能独享呢 你猜猜看 如果大内侍卫们 能人生一份的话 所以你是想让我帮你 把春宫图 卖给宫中所有吃 果然上百 要不你做我的经销商 咱们俩二八分成好不好 三七 三七也行 这个女人 胆子还真不小啊 竟敢如此祸了不过来 什么人可以做心碎的 快跑 什么人 什么人 可以了 这小小的片子 你求点意思 赵叔 给我拿下 皇上 皇上 我自然是皇上的弟弟 你行我 本王 你们也敢抓 属下不敢 皇爷恕罪 王爷 你竟然是王爷 胆敢误抓本王的人 还不快滚 是 王爷 还笑 贤王殿下 小的有眼无珠 方才多有冒犯 感谢贤王殿下相救 谢我 你怎知道 王不会治你的罪 你一个女子 假扮侍卫混入皇宫 还私自贩卖春宫土 祸乱宫中事物 说 到底是何意吗 谢王殿下 小的冤枉啊 我自小家里遭了 双亲接王 弟弟年幼 我叔父 还想把我卖给大虎人家 当小妾 一直艰辛一生 已是一双人 所以我才 躲到皇宫里 找了一家预膳房 谋个差事吗 是吗 那你为何还私自贩卖春宫土 偷看贵妃与皇上的东方 这 自然是因为 想见识一下皇上的雄风呢 你再多说一句 朕 本王 就叫你再也化不了春宫土 想让本王饶过你 可以 春宫土和酒全部没什么 以后 若是让本王发现你再偷 私化春宫土 绝不请让 不要不要不要 小的 如果想在宫中活下去 必须要有钱 没有钱 我会死的 既然你如此学钱 那本王就赏你个 赚钱的产事 你既然能做出这种稀奇古怪 令人狂笑的药物 那你就帮本王做一种 可以令人疯癫发狂 控制严刑的毒药物 不知是谁得罪了王爷 自然是本王那个 心思歹毒的王妃 王爷 为何要如此对待王妃啊 小的虽然想赚钱 害人性命这种事 我也是不想做的 是那个毒妇最有应得 他为了权力 有肮脏的手段陷害本王 才当上了王妃 还伙同他的族人 意图谋害本王 取而代之 本王对他只有 杀之而护 的确可 若是你能研制出 本王要的毒药 本王自会赐你黄金千两 黄金千两 王爷放心 包在我身上 诸王爷 药到宫城 废侯竟敢逃出 冷宫供应皇上 娘娘 奴婢看到皇上 跟冷宫那个贱人在一起 什么 皇上一直很是业务的 怎么会忽然去见他 肯定是那个贱人 想方设法的勾引皇上 贱人 说了冷宫还想祸宠复位 做梦 这皇后之位一定是本宫的 他想与本宫道 那本宫就让他知道 自己 是怎么死的 来人 把废口给我抓起来 是 你们 你们干什么 苏义人 你如今不过是在冷宫等死的废后 还妄想不应皇上 可惜啊 皇上心中只有本宫义人 对你 变了暴力旗帜 这辈子 休想让皇上再看你义人 我不稀罕 我也懒得跟你这 还敢盯嘴 来人 郑泽 是 既然是废后 那本宫就让你彻底废 什么 兰妃正在仗则废后 正是 兰妃娘娘折磨人的手段 一向狠了 那废后恐怕 是废后自作孽不可 身在老宫 却想时刻爬上阵的主 就让兰妃教教她 什么剑身不如死呢 苏宜然 给我轻点 娘娘 娘娘 你哪一事儿吧 娘娘 娘娘 叫你大王 让你尝尝我苏氏正骨法的力量 与其让你死 不如让你那个废人生不如死 来人 娘娘 你到底怎么了 娘娘 快救救本宫 快救救本宫 是不是你这个贱人 等贵贝做了什么 我岂敢对娘娘做什么 娘娘 你这是中风的前兆啊 得赶紧医治 再晚就废了 我可以帮你医治 娘娘娘 娘娘 虽说娘娘现在有些群 但也总比废了 是你故意的 你竟敢如此算计本宫 来人 给我把她的手砍了 娘娘冤枉啊 我方才正在受鞭刺 哪有那么算计你 我再说 我这双手若是被砍了 您要是再发病 我还怎么医治您 最好别让本宫发现你耍花招 走 娘娘 娘娘慢点 什么 废后法将兰妃弄穴了 果真心思的 身在冷宫 还敢如此嚣张 看来正要亲自去治治她 摆驾冷宫 是 皇上 太后召您极客过去 暂且先让这个毒妇再猖狂极客 还是先去见母后吧 皇上 皇上 须尽快那里行后 诞下嫡长子 早为皇家开支赛业 在这之前 需重调奋 解决苏家 母后的意思是 过几日便是中秋宴 届时皇帝下个法子 把他和苏家 一起重立吧 儿臣也有此意 这中秋宴便是苏家和沸喉 命丧黄泉之时 娘娘好厉害 这使人疯癫的毒药竟然成了 这下 假死药材的钱终于稳了 我这便有没有也送去 娘娘 据说太后昨日敲打了皇上 延续子嗣之事 说 要皇上尽快策立信号 皇上大婚至今未曾宠幸 本宫今日必须想办法 怀上龙寺 拿下皇后之力 待本宫稳住后卫 再好好承知苏义染 那个贱子 皇上 皇上这是要去哪儿啊 朕 皇上 臣妾做了银耳莲子汤 想让皇上尝尝 皇上 皇上 皇上许久未来见臣妾 臣妾 臣妾很是想念皇上 我 光天化日 在宫中不宜如此拉扯 难道皇上 要去与那废后相约 王爷竟然跟兰妃 在大庭广众之下 这么亲亲我我 大命啊 朕还有事 对有空自会去看王爱子 你先退下吧 是 皇上 我原本以为 兰妃新属皇上 王爷是单相思 但这今天看来 王爷和兰妃 明明就是两情相悦嘛 那个狗皇帝 肯定是被的权势强取好赌 嘿 那天他们洞房的时候 不知道该有多心痛 你方才可听到什么了 王爷放心 小的什么都没听到 什么都没看到 我是绝对不会把你和兰妃的事情说出去的 王爷 我就知道那个一分钟皇上肯定满足不了贵妃 唉 我懂 眼睁睁看对自己心爱的女人 和自己的亲兄弟做那样的事 自己还只能偷看 不能在床上 你这滋味肯定不好受吧 我也不应该 当初还把兰妃和皇上的充公图卖给你 戳你心窝子 但你放心 以后我再也不坏他们了 不过可以画王爷和心爱之人的 是真的 同仁春宫 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 哦 对了 毒药已制成 药效 保管满意 谢谢灰姑 有了这笔钱 我终于可以制出假死药了 什么 废后竟然偷偷去见皇上 皇上竟然还收了他的东西 是啊娘娘 那个贱人不知道用了什么下作手段 不会真的让他翻身了吧 翻身 过几日便是中秋之夜 这一次 这一次本宫会彻底让他死无葬身之定 啊 假死药终于制成了 太好了 好 今夜 我们宴上 能不能制止死避而故生 什么样 就此一许 按皇上吩咐 中秋宴上 朱沙废后和苏家的计划 正在进行 今夜 今夜 苏家和废后的死期 倒了 好啊 是 来来来 来来 苏义然 待会儿只要你喝下这杯毒酒 就能帮朕指人苏家谋反 替朕铲除心头的好了 好好好 全苏氏废后 苏义然寄见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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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怎么来了 对 这 可怎么来这儿 我还是疯了 你看那里 是成的 哎 咱 行 这见人三天之前不好 难道想一次来吸引皇上的注意 你别做梦 啊 要不是担心被贤王认出 识破我今晚假死出宫计划 我何必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臣妾参见皇上 平身吧 朕许久未见你 特赐佳酿一杯 抬起头来 上前领酒 哎呦 快来人子 有刺客 护驾啊 皇上 皇上你没事吧 皇上 是谁 竟然敢行刺这 是 是 务必要活捉刺客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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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審 卫生 皇上 这可怎么办呢 皇上 你怎么还没来呀 皇上 皇上 想到这匹毒药替朕拿的线 是小七救我 启禀皇上 刺客已自尽身亡 给朕查 必须要抓住幕后主使 是 不行了 我跑不动了 这重金制成的假死药 最终还是没能派上用场 皇上 想不到这废后居然如此美业 皇上 你没事啊 果然是其身自有天下 奇怪 他为何将本王错认成皇上 不如本王先顺势应想 套一套他的话 顺便 尝一尝皇后的滋味 可朕 仍旧心有一戒 那人皇后皇真 压压惊 废后和贤王怎么在一起 还拉拉扯扯 无非 这刺客也与废后有关 臣妾觉得 这附近 可能还会有刺客埋伏 皇上 你要不要先回大殿 避一遍 这狗皇帝是不是吃错药了呀 这偌大的皇宫 哪来什么刺客呀 不如皇后 好好地陪陪 皇上 也对 那朕改日在和皇后叙旧 快让哀家看一看 可有大碍 儿臣无碍 母后放心 原本想在中秋宴上 通过废后指认苏家 一箭双雕 却突然跑出个刺客来 你皇上看 刺客为何人所谓 这朕心中有数 会尽快查出幕后真凶的 也罢 除掉废后和苏家 再找机会 可是 我不可一日午后 这是哀家物色的 心后人选 皇上自个儿选一个 尽快能去进步 好为皇家 堪知赛业 是 母后 儿臣先送礼 来供修乡 好不容易 咱尖做出来的假属药 好不容易 这么好的机会 浑水摸浴 离开皇宫的大好时机 全都白白浪费了 还碰上了那个 吃错药的狗皇帝 狗皇帝 皇上又怎么得罪你了 王爷 你怎么来了 跟你一样 心中烦恋 本王看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敢抢本王的酒 这桃花酒啊 可不能多喝 爽娘 别乱动 我就要动 怎么样 我不仅要动 我还 要你 这是哀家物色的心后人选 皇上自个儿选了一个 尽快迎去进攻 好为皇家 开枝散叶 那你可愿为本王带下此事 当然 当然 不行啦 我肯定是要逃离皇宫的 逃离皇宫 你要离开皇宫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那你为何要逃 皇宫这水啊 太深了 无权无事 算了 人生得意 须敬花 本姑娘看上你了 今日 我就要睡了 废后和皇上 废后为何做 侍卫装扮 日前把我认成皇上 今日又乔装 和皇上在冷宫外 优惠 你葫芦里 究竟卖的什么药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 查清你背后的命 废堂皇后 竟敢假扮侍卫 违抗圣旨 溜出冷宫 皇上 您听我解释 我是 哎 既然他本人 还帮我认成皇上 不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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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可以在床上 慢慢解释 那好 那朕就先知你一个假扮侍卫之罪 皇上误会了 臣妾 臣妾求之不得 贤王那边有什么动静 奴才亲眼所见 贤王和那肺疯 正在冷宫私会 那个下腰爬床的贱人 果真水下腰啊 被朕咽气 就急不可耐地转投贤王王 正好 朕就给他们来个 一剑双吊 皇上圣命 找到你了 皇上这是 嫌我 你怎么回事 这暴力 人家好喜欢 我抓了你一晚上 亲口 好痛 睁开你的狗眼 好好看看 朕究竟是谁 这哥哥好面熟啊 是什么晚上 你是死人吗 还不快把他拖出去 是是是 皇上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快走啊 我追的一晚上 我还以后回亲呢 我还以后回亲呢 我还以后 皇上别急呢 臣妾学了些新花样 待会儿 不准让皇上满意 那还等什么呢 快试试 吓死 起点皇上 奴才收缩了各个角落 并未发现肺红身影 找到了 找到了 我的腰带 你快点 你快点 还好我临位不乱 才能力竭成功 他来干什么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是 我 行王不会发现我的身份了吧 又来偷窥 画春宫图来了 对 这都被你发现了 那你可有见到费后去了 费后 他跑出去了 人人醒了 贤王真是好雅兴 朕怎么不记得 何时将贤王也打入你 是臣的一时忘了分寸 追刺客 误入冷空 那贤王下次可要多加注意 奴才无能 一时看走恩远 那费后心机深沉 煞完花药 此事发生在鲁宫 定为他脱不了干系 把这个女人盯好了 这样顺腾的路 揪出贤王 是 奴必刚刚看得针针的 那贤王确实对费后动手动作 什么 费后竟然暗中够以贤王 贱人 那本宫就让他尝尝 什么叫杀人与无形 蓝飞娘娘到此 莫非也被来问了 你的 你个肺虎 竟敢对本宫出言不逊 你上次算计本宫的那股账还没跟你算呢 今日就一并跟你结算 你不是喜欢针灸吗 那本宫今日就好好让你松松青骨 来人 是 疾病皇上 蓝飞带人气势汹汹闯进冷宫 听说费后被整治得很惨 好 这个费后确实该受理教训 如果能通过蓝飞之手除掉费后 那朕很快就能另立心后了 不知小七在做什么 朕去看看 你们去找个太监服给他换上 再把他推到冷宫外的景物 这样就神不知 回不起你 是 皇后娘娘 奴才 这就送你去 你 大胆 你是何人 竟敢在宫中谋害人命 多老心事 小心 王爷 你受伤了 一点小伤 无妨 是谁弄上了你 竟如此痛下死守 王爷 如果你发现 你喜欢的人心思恶毒 你会 这是蓝飞的手帕 和我上次在冷宫的时候捡到的一样 那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丢了 她如此真实 看来对蓝飞 还是用情颇深的 她一定不会相信我无凭无据的话 没什么 是我自己招惹了别人 自从我穿越以来 除了小玉之外 她是第一个被我这么好的人 还好 看起来不算太严重 都是内伤 看上去当然不严重了 但是你这伤 似乎每日都要换药 你回去得跟太医说一下 你每日帮本王换不就好了 我换 那岂不是要劳烦王爷每日去宫 不劳烦 本王这几日会常在宫中 是因为要见蓝飞吧 当然不是 本王 本王是有证实 我明白的 王爷放心 我绝不会嫁你和蓝飞 跟我们一起说出去 你希望王爷能如愿 和蓝飞你终成眷属 你少说两句本王就如愿 对了 王爷 有件事能劳烦您一下吗 你能不能帮我找几杯药材 药材 你要做什么 秘密 到时候你就知道 好 本王就等你跟我分行命 王爷 这么重要的东西可要收好了 今天和王爷喝得很愉快 但是天色已经晚了 我我也要回去当差了 我就先走啊 我们回见 你把我使务不强 本王一定受好 启禀皇上 关于小七姑娘所说的宫外身份 属下已查证 当地查无此理 也是假的 看来他才可以隐藏身份 他到底是什么 对了 把这上面的药材配起 既然他不愿意说出身份 那就查查药方的功效 朕倒要看看 他到底要做什么 是 什么 皇上竟然为废后挡刀 那 那皇上可有察觉 人是咱们派去的 这倒没有 皇上将小凳子当场毙命了 皇上竟然都肯为他挡刀了 看来 不得不搬出太后了 让皇上也没办法饱你 皇上 您为什么放着御医不用 偏要绕远路去朝小七换药 属下誓言 内心药的功效查得如何了 巨狼中辨人 这些 这些药材 专门治疗男性不娶之症 给朕站直了 畏畏缩缩 下什么样 是 奇怪 他配这些药 给谁用 本王答应你 相应药材 以尽数学来 这么厉害啊 谢谢王爷 这几个药材珍贵难求 他却一次性找起送给我了 可我马上就要逃出公物 从此与他最有交集了 可惜 怎么了 这 这药材是 是 啊 这些药材啊 他单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合在一起 却有自己的效 我呢 四眼 你好 我聪明啊 我说这种真他们聪明 悄悄的药材里都混入了几个 无关紧要的药 量他怎么查 都查不出我真实易度 你要给谁用啊 我 我 当然是给那些不举之人用了 此样 滋阴壮阳 暖情动心 他与我之前所画的春宫图那是绝配啊 很王子们记得曾说过不准你再贩卖春宫图 王爷 王爷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吗 看在我在宫中事故不义的份上 而且 你就原谅我一样 说 叫 上次你醉酒疗伯本王 这下扯平了 娘娘 奴婢已经在冷宫中藏好 数件男人的衣物 一定让他费过白狗莫非 苏玉人 这下你死罪难逃 物证有了 那本宫就该请人证出场了 走 去请太后 小玉 娘娘 你好大的胆子 一个冷宫废厚 竟敢跟男人通奸 回禀太后 冷宫苦寒 我只是在院子里散散心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给我送 是 好了 你竟敢与男人通奸 太后娘娘您看 这就是被控司徒男人留下的证据 这是我自己挠的 你还敢嘴硬 谁不知道你是个靠下药爬上床的剑 皇上厌恶你 所以你就找野男人来满足自己 回主子 苏倒了 物证在此 你还敢狡辩 这分明就是男人的义务 太后娘娘 废后与男人司徒铁证明山 请太后娘娘治罪 你血果喷人 太后明鉴 如果臣妾真的偷远 那兰妾怎么会知道 还有这些衣服 她怎么会知道放在哪 除非 是你命人放在这的 你 你还敢反咬一口 污蔑本宫 就算这些衣服不能证明 那你脖子上的痕迹 要是哪个男人留下的 本宫可是亲眼看见 你跟一个野男人 在御花园举止放下 你说 那个野男人到底是谁 走 你都真的被他给看到了 一旦我悲伤 对你嫌妄有惨 遭遇了不可能指数了 还会连累嫌妄 太后明鉴 分明是兰妃陷害 臣妾冤枉 还不肯承认 哀家就撬开你的嘴 来人 行 我以为 说 那个野男人究竟是谁 臣妾真的是冤枉的 动手 娘 娘 娘 没想到废后对这个野男 倒是情深义惩 你要是说了 太后人心 说不定还能成长义 一抬腾死 在地下 做一份快服 你真意 这份快服 委呃 急病皇上 太后和兰妃 在冷宫抓到了 肺后和男人思通 急病皇上 太后和兰妃 在冷宫抓到了 肺后和男人思通 你说什么 可有证据 有 太后在冷宫 找到了肺后 私上的男人义务 这个贱人 果真不知廉耻 谁信仰我 既然不肯说 哀家就去面见皇上 义公归 子罪论处 太后娘娘盛名 废后淫乱后宫 死不足惜 娘娘 看好了 皇上已经听说了吧 废后苏氏与人通奸 铁正如山 皇上正好趁机下令 除死废后 吃醉苏家 这样也好另立心后 皇后放心 心后之位 儿臣心中已有人选 哦 是什么人 比废后 好千百倍的女子 小七 废后一死 朕就可以立你为后了 来人 奴才在 传朕旨意 废后言行失德 赐白礼独局 是 哟 娘娘这凄惨的哟 奴才都不忍直视了 皇上 皇上怎么说 背后苏氏言行失德 自白礼独酒 恭喜娘娘 您要解惯了 我要见皇上 我要见皇上 这几天 娘娘难道不知 皇上早就对面了这几 娘娘还是乖乖受死吧 娘娘不要 哈哈 娘娘 等一下 我 我有很多银料 既然 鞋也带不走 不如 还是分给诸位公公们吧 还是娘娘体恤下人 既如此 娘娘请吧 银票在这儿 娘娘 这是要去哪儿啊 奴才早料到 娘娘有这么一手 既然娘娘不想体灭的死 那奴才 就只能亲身 送您上路了 来人 给我抓住他 娘娘 娘娘 动起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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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娘 哥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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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后已死 将尸体拉出去 哥哥 救到乱葬岗 是 是 啊 所以呢 娘娘 娘娘你没死 你家娘娘我 明白 方杓我拿银票的时候 在上帮你 啊 再让他撒在 空中 家族挥发 哎 他们果然中断 可是我明明看着他们 管你多久 我方杓抚出胸口时 点了自己的鞋 让自己闭气 再把毒药卡在想自演 等他们都迷晕了 我再把毒酒吐出来 那就好了 小鱼 我们得马上逃出宫 我知你父母双亡 在宫外也无依无靠的 所以 我已为你找好序处 这封信 你拿到预算房 找到李公公 他会为你安排 一个轻松的伙计 保管你不会再用肚子 什么人 是你呀 本王在此 还不快管 是 多谢王爷 怎么每次遇见你 都是这种威情险境 请王爷带我出宫 我 我弟弟在宫外 欠了巨额赌债 债主突然带话 如果我不出宫 他就让我弟弟 以命相抵 王爷 请你带我出宫吧 前两次都对朕编造假身份 这次的话 又有几分枕了 不如 顺势去看看他究竟是谁 好 本王带你出宫 这 皇上 废后抗旨不遵 还将宫人打伤逃走 给朕查 务必将废后找出来 就地之后 是 我们真就要穿这样出去吗 今日宫中戒严 好像在找什么人 会不会有人来查我们 放心吧 有本王在 一定会安全带你出宫 居然这么简单 我说过 会安全带你出宫 谢谢你 走吧 那是皇上和废后 皇上不是要杀了他 怎么还和他一起出宫 难道他还不知道他就是废后 还真是天赐良机啊 杀了男公 无论是天下 还是废后 都是我的脑子之 嗯 哈哈哈哈 哎 好了 就送到这吧 此番 担心你相助 他若有机会 我定当全力以报 那我们就此别过了 嗯 你一些女流 孤身一人去找债主玩去 万一遭遇什么不测 该如何是好 这样吧 帮人帮到本 我与你的成续 啊 看来他还是对我有所怀疑啊 根本就不会尽一方我离开 哼 几次三番利用假身 震得要看看 你究竟是谁 这里 就是你和债主碰面的地方 对 青楼人多远杂 是个拖身的好地 那你可知道 他们在哪 我 应该就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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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是 是 您放心 保证让您满意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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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公子讨厌 奴家真的是醉了 再进去 三 此地人多耳杂 会议暴露身份 倒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了 哎 逼人清闲惯了 倒是莫公子女 大忙人一个 今儿怎么有空逛窑子 我到这几天怎么没看到公子女 原来是 住了温柔乡 乐不思蜀吧 哎呀 不过真是太让人心寒了 口口声声与我称兄道弟 却藏了个茹丝家人独自享用 此情此地 家人醉酒之子我见游莲呢 不如你我兄弟二人 一同与这姑娘好夸玩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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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他竟然为了我后打皇上 我看喝醉的人是你 感动了 别怪你念兄弟之计 难过无法 你居然真死到临头 看你能笑到几时 刚才为何照做 为何伴出青龙女子 我 我是宫里出来的人 你要助我逃了出来 若是被那些人发现 会惹麻烦的吗 那你呢 听你们的口吻 你们经常逛花楼 当然没有 只不过 只不过是 恰好碰到了 是吗 别管那些了 你肯定累了吧 来 坐 先喝点酒 歇一歇 我那寨主啊 估计要喊一会儿才会来呢 你想跑去哪儿啊 想下药迷晕我趁机跑去 我没有 我真的只是看你累了 想让你多休息一会儿 哦 那你那个债储怎么到现在还不出现啊 该不会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吧 不是 他他可能有点什么事要忙 所以会晚点来 你别这样抓住我 疼 原来他早就开始怀疑我了 万一被他发现 我是假死逃出宫的废后 不行 我要赶紧想办法脱身 你怎么了 这屋里的气味有问题 什么 中气了 快屏住呼吸 这是没药 你 你清醒一点 难道皇上 难道皇上 刚才已经发现了我的身份 可是 他为什么要给我和贤王下没药 他到底想做什么 王爷 那两个人已经神志不清了 我们立下手了 很好 皇上素有贤民 若马上风死在了青楼的床上 定会身败名裂 遭世人拓吧 届时由我出面 安抚民心 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气味了 哎呦 王爷 你英明啊 哈哈哈哈 放轻一点 小心 嗯 南宫墓 嗯 嗯 南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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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死去到了 还放手 别跑 王爷 你醒醒 王爷 现在 是我获得自由的大好机会 只要我现在离开 日后天高热鸟飞 皇宫里的所有人 就再也不可能找到我了 你说是我现在离开 还有可能 因尚事过重而死 你真的不在乎我的死黄 陈青山 为了这样一个女人 可爱 这今日要送你女子了 你醒了 别乱动 伤口才刚爆炸好 你不是走了吗 我去买药了 幸好附近的药铺有你需要的药材 否则 你就死定了 还好有你在 怎么办 不 小七 她是为了保护我才中的剑伤 如果我今日不救她 她就必死无疑了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晚上我 你别误会啊 昨晚我是为了帮你解除 没药的药性才帮你的 不然 你昨晚伤得那么重 肯定挺不过来 我绝对没有承认之威 是我承认之威了 你为了救我 连明杰都可以牺牲 那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 小琪 跟我回宫吧 回宫 有我在 绝对不会再有人敢欺负你 伤害你 我会给你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你已经有了心爱的兰妃 家里还有正式王妃 我算什么 不 我爱的人只有你 有一件事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我的真实性能是 受死罚 走 你别吃我 你快走 清 我 别动 再过来我杀死他 爹 走 花贞 你追你 一定要保证小琪的安全 就是他有半分差池 我砍了你的脑袋 是 退下吧 是你 是你 不错 是我 没想到吧 会落到我手里 要刷我的人你是第一个 我要一点点 一点点抱负 成千的 白贝 还给你 不错 不错 悉病皇上 刺客过于狡猾 属下未能追伤 小琪姑娘也已失足 下午 混账 属下无能 请陛下责罚 通缉所有刺客 魂杀无论 全力搜救小琪 若是他伤了分号 你也别来见朕了 是 飞后找到了吗 属下无能 未能找到 找到飞后 立即进死 是 只有飞后死了 小琪才能够 蒙正言顺的过来 当朕的皇后 永小琪 朕命令你 一定要等我 皇上 你为何如此恨我 那日 我不光为了自保 那几针 顶多让你神志不清 哈 顶多 以及 让人气火旺盛 却无法输情 你是 是你 是你这个贱人害我 害得我颜面尽尸 不过你放心 上次未尽的性 我们这次有的是时间 可以陪你好好玩吧 不日 陆立王子 便以使臣身份 前来拜访 邂途而来的 不光是千万重金 还有陆立 最珍贵的明珠 陆立公主 母后是何意 陆立建我国父兵强 欲与我和亲 哀家也正有此意 传闻那陆立公主 国色天资 性情温柔 却不是 心后最佳人选 母后不必多言 儿臣心中已有皇后人权 除了她 儿臣不会再立任何人为后 是谁 小夕现在安慰不明 万一母后不愿让小夕当皇后 暗中下手 等儿臣将她安全接回 次会告知母后 既然玩够了 那我们就办正事了 你不要过来 既然玩够了 那我们就办正事了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报 什么事 贤王殿下急报 皇上已下令全城大肆搜救小七姑娘 同时一旦发现废后 立即处死 你瞧点什么 贤王 南宫墨一边对废后深恶痛觉 就要立即处死 而另一边又要全城搜救小七 看来她并不知道 在心心念念的小七就是最后 你和皇上还逮什么去 不不想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现在 该知道我是 你 你是贤王 可你若是贤王 那 自然是皇上的弟弟 贤王 本王 你们也敢抓 竟是你这狗皇帝 为了出宫不暴露 这一份方便行事 所以冒充贤王 也是 皇上处处不如贤王你 比不上贤王的一根肉指头 甚至连那方面 也吊打你呢 你真是禁酒不吃吃罚酒 不见棺材不乐泪啊 你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好了 死到临头了口气还不小 你知不知道你口中的贤王是谁 启禀皇上 属下已查明 刺客果然为贤王左派 少奇姑娘正被囚禁在贤王府 好 立即大人 营救小夕 是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口中的贤王 也是当今 是 不可能 他明明说过他自己是 跟我回宫吧 回宫 有我在 绝对不会再有你敢欺负 伤害你 我会给你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你已经有了心爱的兰妃 家里还有正式王妃 我算什么 不 我爱的人只有你 你有一件事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我的真实身份 其实不是贤王 怎么会 难道那时 他是想说 皇上已下令对废后 格杀勿论 你说 他为何要如此对你 他如果知道你就是废后 又该当如何 皇上驾到 他 等他 他 没有 我 他 他 说 他 团 我 他 云 明明下令杀了 为什么 这贱人曾想刺杀本王 本王理应将其知罪 他是朕的皇后 没有朕的允许 任何人不得杀他 你想公然抗旨吗 皇后 难道他知道我是贵侯 但他下令处死我 却又转头将我护在身后 半公目 你到底什么意思 嫌我 不要让朕再说第二遍 放人 走 给朕承诺 任何伤害他的人 朕要他百倍奉还 是 小琪我怕 朕但你会够我 小琪 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宫里的人 很快就来接你回去 你为什么骗我 你是不是觉得 耍我很好玩 是不是看我这么信任 你觉得很可笑 这 我并非有意隐瞒 只是当时情况特殊 不方便暴入身份 可是当我和你 小琪 当我和你胡同心意之后 便打算对你如实相告 你是我心中唯一的皇后 我会带你入口 我会处理掉 冷宫那个废后 让你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后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毒妇 即便怕生这种 就想得到朕的满分恋爱 皇上怎么说 废后苏氏言行诗德 赐白铃毒酒 原来你并不知道我就是废后 南宫墨费尽心思想给我的皇后之人 本该就是我的 只是被他亲手废了而已 南宫墨还想亲手弄死你 而现在居然说要许我一个后卫 你面对我深无痛惧 你面又说爱我 可笑至极 小琪 我是真心爱你的 跟我回宫吧 只有你能成为朕的皇后 让我照顾你吧 我不会回去的 好不容易逃了出来 怎么可能再回去 况且太后和兰妃断不能容我 南宫墨对我的爱又能持续多久 即使现在宠爱为我 也不过是多巴胺做碎罢了 最重要的是 到底是为什么 你知不知道天底下 有多少人对这奉位屈之 你这么想要就拿去好了 我不需要你的三公六院 也不需要和别人共享我的丈夫 我更不需要什么狗屁奉位 我要的是有唯一和自由 我累了 你先休息一下 再来 不行 我必须让他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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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下不止 无论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 都要找到他 但 不能伤他一分一行 是 小鸡 哎来嘞 哎呦 啊啊啊 嗯 嗯 你没事吧 就是这家客栈给我凑 来不及了快跑 哎 哎 你谁啊 你怎么在这儿 我 是你拉我来的 对啊 你 好奇怪的装束 你不是端烂人 对 我是陆里人 你干嘛 我不是要飞里面 我是想看看你的 搜 二楼 别说话 快走 领陛下 所有相防已经作查完毕 只剩下这一件了 我 nie 我不是 好 我还是要带你 我不是在那儿 我不是在那儿 像我一样 你会说 我不是在那儿 我不是在那儿 只要我 我不是在那儿 蛤 蛤 总算躲过去了 怎么了 总不会是被我捂晕的吧 现在年轻人身体素质都这么差啊 不对 吃脸色 殿下 殿下 你怎么了 殿下 大胆贼人 你竟敢伤我家殿下 我误会 你家殿下是中毒晕倒的 跟我没关系 我只是刚好路过 大胆贼人 受死吧 你 等一下 你家王子中的是十大歧毒之一的五十血 中毒之后突完五十下血就会暴毙了 只有我能救他 拿命来 阴 住手 启禀皇上 属下也将那客栈里里外外搜了许多遍 还是没有发现那位姑娘的踪迹 想必她早就离开了 继续找 客栈找不到 就去别处 京城就这么大 绝地三吃 要把她给朕找出来 是 你这条命啊 算是保住了 顺便治好了 没这么快 这只是第一期排毒 你要想痊愈 起码要三个疗愁 多谢这位小兄弟 实不相瞒 在下中毒已久 此前访命名义 却对我这种情况束手不测 没想到你在我身上扎了几针 我就觉得身上舒畅了不少 那是当然啊 想当年 我可是名震天下的国一圣神 遇到我 算你运气好 是 你 我怎么 没想到姑娘这样好看 为什么此前又扮成那副模样 殿下 东兰国负责接待我们的人到访 让他进来吧 是 邪王殿下 请 邪王 王子殿下 孟妹前来打扰 还请王子殿下见 不知王子在此处住得如何 多谢王爷 习惯 那就算 这位 本王看着很是眼熟 还请王子殿下 您怎么就这么让他们进来了 这 怎么会害羞的 既然王子殿下有事要忙 那在下便不多打扰 只是明日入宫之事 还请王子殿下不要忘记 王爷放心 明日在下定准时赴言 吓死我了 你与那个贤王认识 我怎么会认识贤王呢 我不过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 王子多利了 那你刚刚 王子 你要好好休息 我就不打扰你了 今天的治疗已经结束了 王兄 我们明日就要去见那 东兰国的皇帝了吗 你明日想好好打扮一番 此次 一定让东兰皇帝与你和亲 我族的土地已经连遭了两年的大汗 若是不能求得东兰国的援助 青年又不知道会有多少百姓 会饿死了 放心 王兄 我一定会让那东兰国的皇帝 喜欢上我的 你想去哪儿啊 我就随随随转转 是打算转转 还是想逃跑 我 怎么可能 你这人鬼主意太多了 本王 毒还没有紧 留你一人在客栈 逃跑了怎么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要每时每刻带走什么 明天呢 跟我一起面接 东兰国的皇帝 什么 参见皇帝陛下 公主王子有礼了 平身 谢陛下 这个人看着怎么能点眼熟啊 那天追查着小神医里 竟然就是这东兰国的皇帝 他究竟是什么人 和东兰国的皇帝 又是什么关系 这个看似武器的人 怎么有点眼熟啊 这位姑娘 为何以面纱使 回陛下 奴 自小相貌丑陋 实在不愿吓到旁人 还请陛下见谅 哦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奴 是陆丽王子的贴身使命 陛下举止如此轻慢 是东兰国的待客之道吗 好一副凌雅 好一副凌雅丽 和小气如出一车 是朕唐突了 只是因为你的服饰颇为特别 朕担心王子遭受不测 故而要亲自解议 陛下 他是我的人 如遭你如此对待 恐怕不同 望陛下 三思 朕作为一国之军 应顾全大军 不可搏落陆丽王子的情面 既然他人已经在这儿了 朕有了事迹会验证 啊 是朕唐突了 只是因为这位姑娘的身形举止 很像朕的一位故人 所以一时忘记 哦 听起来陛下 似乎在寻找这位故人 几日前他不辞而别 令朕 十分心痛 罢了 王子 公主 请入座 小气 小气 陛下 您刚刚说的小气 是人名吗 正是 原来如此 在我们的族语中 小气是很漂亮的意思 因此我这位侍女 会觉得 陛下您在夸她漂亮 这都能醒来 是吗 可在我东兰国的语境里 这个名字的寒意可说 陛下 在我们陆立族有一句谚语 叫下一朵花更美 您不必被烧 因为已经有更美的花 已经绽放 我为您准备了一支精彩的舞蹈 来表达我的爱慕之情 陛下 我族女子素来质朴热恋 为心上人跳舞乃是喜子 且这次公主 不单是为了承败 更是为了和你 我亲 谢谢 his name is 我按照这次公主 请不吝点赞 这还啥 他竟如此之反应 难道 那我不妨再试探他一下 欲举我赢 这就是男人 怎么会有洗脑 怎么了 没事吧 就是有些味道 怎么了 宣太医 不用 奴只是有一些招了梁 奴不想因为自己 打扰了王子朝拜 今日事已了 既然本王的侍女身体不适 那本王也先行告退了 这个女人怪我的事 把陛下的魂都洗走了 身份不简单 我倒要查一查 他是何人 给朕查 看看陆立王子身边 那个蒙着面纱的女子 到底是谁 是 小夕 一定要把你找到 我看清了 皇上就是那天来客栈抓你的人 你放心 你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会保护你 不会让你不适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东兰国皇帝 非要抓你不客 相信我 请王子带我逃离皇宫 先解说 我好几次被人构陷 污蔑 乃至追杀 我本以为可以逃离皇宫 但没想到 南宫墨是要将我追杀到底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我本不想让你为我涉陷 被我牵连 但 但我真是别无他伞 只有你能帮我了 果真是东兰皇帝要找个人 小夕 你到底去哪了 还有和亲之事也需要尽快解决 启离皇上 陆立公主来访 人已在外候着了 她来做什么 宣她进来 是 我想与皇上做个交易 公主若是为了和亲之事而来 就请回吧 和亲之事就此作罢 太好了 我也正有此意 和亲之事作罢 但帮交条件 希望皇上与我 陆立所求 以此 不愿意一条密告换取 好 朕倒是好奇 是什么密告有如此价值 说来听听 王兄身边的女人 正是皇上要找的故人 此刻 他们正要逃出去 好 我帮你离开皇宫 但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的真实身份 你愿意跟着我的话 我可以照顾你 随时 男公墨 胆敢私藏 朕 皇后 捣死 不可 你不要过来 你要是敢伤害王子 我就自尽 不可 这件事和他无关 你放过他 我跟你走 你竟为了一个旁人 连性命都不够了 我只是不想牵连无辜 你放还是不放 现在 可以跟着回宫了吗 小心 小心 恭喜陛下 娘娘有血了 你说什么 娘娘这是血脉 这是孕妇 没什么大碍 陛下大可宽心 好 好 好 退下吧 是 小心 这是朕的 你不必开心 我腹中的孩子 是 是洛丽王子的 不可能 你怎么会怀别人的孩子 这明明是我的 是你和朕的孩子 男公墨一旦发现 孩子是他的 我便再也无法离开 我一定要让男公墨死心 你要让我如何证明 难道要我 将与王子的亲密点滴 事无巨细地告诉你 又或者说 你要让我告诉你 我真正爱的人 是王子 你胡说 你在骗这是不是 是 我没有骗你 我害的是王子 不是你 来人 给去看好他 没有真的允许 我们就离开半步 去 做得干净些 我一定要让陆里王子知道 敢动我的人的下场 是 大家可以像南飞一样 打工 来人 没有真的允许 不得离开半步 那你要管我到什么时候 就算你管我一辈子 我的心也不在你这 就算关你一辈子 朕也不会让你 离开朕的身边 南飞梦 你为什么要和别人在一起 你不必开心 你不必开心 我腹中的孩子不是你的 是陆丽王子的 我爱的是王子 不是你 没关系 就算这不是我的孩子 以后 我们总会有属于我们的孩子 你 只能是真的 那个义族女人肚子里 不是皇帝的孩子 皇帝没把她处死 还留在自己的寝宫 岂有此理 臣妾也不知道 皇上竟能为了那个女人 做到如此地步 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都不能留 娘娘 小玉终于见到您了 小玉 你怎么回来了 是皇上 她特意把奴婢调过来 怕您一个人待在寝宫里无聊 皇上把我找过来陪您 为什么 她明知道孩子不是她的 不仅不治我的罪 还对我这么好 娘娘 是不是义族王子逼迫您 您才会委屈求全的 我们去找皇上 我相信您绝对不是自愿的 求皇上不要再怪罪您了 不是这样的 其实 孩子是皇上 那您跟那个义族王子没有什么 太后驾到 太后 你就是皇上从哀家说的 那心肩上的人 参见太后 苏一人 完了完了 太后怎么突然跑这儿来了 看这架势 明显是来者不上啊 原来你就是把皇上迷得晕头转向的女人 好啊 对死死的背后 不仅抗击出逃 还怀上镊子 来人 我把药给背后灌进去 哎呀 抓了起来 如今正给他灌毒 我带药的 什么 求他和我娘娘手下留情 其实娘娘肚子里的孩子 是皇上的 一派胡言 还一直在冷宫逃出后再回来 就怀上了孩子 如何证明 这是皇帝的孩子 当初正是皇上带娘娘出宫 在宫外 娘娘其实只是在和皇上之气 所以才说孩子是别人的 除太后娘娘 放过娘娘吧 求你了 小七的孩子是我的 原来他说那些话 只是为了欺负我 就算这个孩子是皇帝的 你苏家狼子野心 爱你 也不准这个孩子出生 苏家 都愣着干什么 给废后灌药 住手 真敢谁敢动他 皇上 万不可被这个女人迷了心智 你往上追 他们是怎么算计你的 什么背后 他只是一个不受宠的小宫女爸 你竟然不知 他就是当初用计爬上你的床 后来又被你用白领煮酒 刺死的背后 苏亦然 自恋后自作逆不可 不靠后苟族 还趁机迷惑了你 万万不能感情入室呢 皇上 皇后子说的是真的 你就是苏亦然 朕曾经的皇后 没错 天下人都知道 殿下钟爱蓝小姐一人 你现在成了废后 就在冷宫等死吗 恐怕 是废后自作逆不可 身在冷宫 却时刻想爬上朕桌 就让蓝妃教教她 什么叫生不如死 传朕旨意 废后言行失德 此白领煮 难怪 难怪你一直不愿 跟朕回宫 也不愿相信朕 原来朕做了这么多 伤害你的事 请王爷娘我出公 找到废后 立即处死 难怪你这么想离开朕 原来朕 差点永远就失去你了 朕 朕 皇上 苏家弑君夺位 如果他们知道 废后肚子里 怀的是你的孩子 定会威胁到你的皇位 万不可感情用事 赶快下令 朱杀废后 如果皇帝下不了手 那就由哀家来替 动手 放肆 看谁敢动朕的皇后 皇上 后 朕说过 朕心中已有皇后人选 这个人就是苏义然 除了她 没人再配做朕的皇后 皇上 你真要为了一个女人 是自己的江山设计而不顾吗 来人 太后累了 送太后回宫 好 好 爱家 如今管不了你了 往日后 你不会后悔 对不起 朕不知道你就是废后 不 是皇后 朕并没有想要伤害 朕只是 只是想处死心机深沉 喝毒狠辣的废后 只是没想到 废后是无法 不 朕相信你绝不是那种人 是朕与业照 你苏驾只是签名 朕相信 你一直都是朕认识的小妻 朕一定会给你一个圣马 付我一身 多谢皇上错爱 可是 我不愿再做你的皇后 为什么 你是担心不后 你放心 有朕在 我绝不会再让她伤害你 还有人 就算没有兰妃 也还会有贤妃 得罪 皇上能护得了我一生 但你能护得住我一辈子吗 你不信朕 我相信你 可对我而言 我只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 不想 也绝对不会和别人 分享我的丈夫 皇上 你爱我 可你能做到这一生 只有我一个女人吗 更何况 我还是苏家的人 皇上费了那么大的功夫 才费了我 如今又想重新立我文后 你就不怕苏家 趁机夺权吗 如果你做不到 还请皇上放我自由 让我离开皇宫 如果皇上不愿放我离开皇宫 那便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我不想再见到你 来人 奴才在 兰妃胆大包天 竟敢攻灭皇后与人通奸 即可打门宫 听后发落 是 还有 所有欺辱皇后的人 一个都不要放过 遵旨 兰妃 昔妃 昔日皇后在离宫里受过的刑罚 遭过的车数 伸出了十倍 百倍的从心中逃回来 兰妃 你向来目中无人 是我们这些下人秘如草剑 可曾想到会有今日 给我动手 一会儿 别不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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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要 放开我 不要 不行 我要去找先王 我不能这么等死 禀王爷 兰妃娘娘说 皇上已经知道了废后的身份 不仅如此 她明知腹中的孩子是别人的 还愿意去接受她 没想到皇上对废后竟如此 真是太好了呀 我真想亲眼看看 在废后和皇位之间 我那位痴情的皇兄 该如何抉择 娘娘 这是今日的养胎粥 就算自我怀孕和味觉失差 但这粥的味道 怎么感觉越喝越 是你在我咒里下了药 没错 你猜 以你的安危和小命为代价 难过莫会将天下拱手让人吗 你别白费功夫了 难过莫作为父神 就算对我用情再生 他也不会为了冒生死之心 是吗 那我们打个赌 救赌他南东墨是个奇政暗民的好 是啊 还是个罪死的药乡的梦 你是干什么吃的 竟然能将人看丢了 你是决定三吃的饶 是 是 气兵陛下 先王助人送来一支金钗 同时传话 这是小七的金钗 他说什么 先王说 如果陛下想要保住娘娘的命 和他腹中的胎儿 就要在五十前 孤身带着玉玺 前往贤王府 如果陛下未能在五十前赶到 他就会 就会让娘娘已失两命 等这炷香燃尽 南宫墨如果再不出现 我就亲手送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去见眼 南宫墨不会来的 你不如现在就杀了我 何必浪费时间 如果我死了 那是不是就能回现实世界了 想死 没那么容易 我要让你亲眼看见南宫墨做选择 他是会选择眼睁睁地看着你死 还是为你去送你死 他最终 还是没有来 我说了 南宫墨不可能会来 你想登上皇宫 做梦 下辈子 贱人 我要你死 住手 瞧见没有 我都赢了 他 他明明知道贤王的目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他竟然真的会为了我孤身犯险 不 不行 我不能让他为了我 那以上将身还有性命 你来干什么 你把我后代在你的皇宫里来这里干什么 滚啊 我不需要你来救 我也不稀罕当你什么皇后 你不是我傅中孩儿的父亲 更不是我的丈夫 你算我的什么人 你可損啊 小七 无论你怎么打我 怎么骂我 我都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死 若是没了你 不要这江山有何用 你怎么这么傻啊 别怕 我很快就带你回家 你再狼情歼意吧 我知道你应该做什么 原来你怎么就准备好 对我这么说 恐怕你早就在笑笑这一天了吧 南宫墨 这天下子做得了 本忙也做得了 甚至比你做得更好 至少不会像你们一样 是个治安 外将身的宠祸 巧甘玉璽 小心 去 哈哈哈哈哈哈 既然赵叔在上 那本忙这就送你们去进阎王 南宫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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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怪就怪你还感情用事 居然为了一个女人 该认输什么就请 可以坚持住 我马上去救你 不 朕怕是撑不下去了 是我不好 朕也是皇后 父亲任由兰飞扯属 还亲自下离杀 朕 朕知道错了 可不可以 原谅朕 我原谅你 南宫墨 我原谅你 你千万不能死 如果朕今日将心活了下来 也会牵扎后果 为杀的宗命为爱的伤生 除了你 在乎帮着 你可原谅你不在我身边 有了 有了 习惯 是脉下 不了 别再也苦情心了 朕 这就送你 这对王女鸳鸯 去见面了 你 啊 我 你 你 你早就在邪王身边埋伏了什么 啊 莎莎 你还没回大寨 你愿意吗 等你死了我就去找十个 给你摔一百倍的大美男 教育快活浪迹天涯 不是 不是 满公墨 别装 如果上那不装就给我爬起来 呃 这 软甲挺好用的 仍然不愧是神医 一下子就发现了 既然 你早在贤王身边埋伏了人 为什么不安中直接动手 真是想抓住贤王谋反的证据 一举铲 呃 还愣着干什么 回宫 啊 沈根 皇后回宫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碰天承韵 皇帝诏曰 皇后苏氏 贤良淑德 端庄持重 今成天庇佑 皇后已怀龙寺 朕议已定 事后 举办皇后复卫大典 今此 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贤王及兰妃 如走皇后 意图谋害皇寺 其罪当诛 贤王已当众伏法 皇后喜怀龙寺 不宜见后 叛楚兰氏及兰氏党羽 流放之边在 其后世子孙 永不露永 皇上 皇上圣名 原以为那丫头 已经是个弃子 没想到 她竟有些本事 居然怀上了龙寺 如此 倒是可以好好立业一番了 这是我父亲谋犯的证据 他突然给我带话 让我弑君留子 真是可笑 我与苏甲 早已无半分情谊 他们不过 是将我当作 争权夺势的棋子罢了 当初 当初 我父亲给你下药 还把我送上你的床 是为了让我趁机杀害你 只可惜 他的计划失败 那时 你将我打入冷宫 在父亲那儿 我已成了妻子 他便任由我 在冷宫自生自灭 只要我留在你身边一世 他就绝不会善罢甘休 我不想日后 你我心生嫌隙 所以 便将这些交于你 无论你要怎么做 我都不会反对 渊渊 谢谢你愿意相信朕 来人 奴才在 将军苏远道 结党营私 从今日起贬为庶民 永不录永 遵旨 朕答应我 你与朕的孩子 会是东南国唯一的太子 朕今日在此立誓 结散后宫 此生此世 只娶皇后一人 绝不在那儿任何微凭 天地可见 至于为证 绝不是 这一生 我也只会爱你一人 再次 感谢观看